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管理局 今天在長堤水族館 利用一座高科技球型投影機 展示衛星偵測到的 即時地球大氣的現象 藉此解釋 加州目前正面臨的嚴重乾旱問題 同時提醒民眾 不是只有現在遇到乾旱 才要響應節約用水的行動 因為加州恐怕將要面臨 好幾年的乾旱問題 從球型投影機展示的 地球大氣變化紀錄來看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問題 已經是無法改變的趨勢 人類只能從智力環保行動 來減緩惡化速度 而儘管美東遭逢暴風雪侵襲 卻也只是地球2%的區域受到影響 並代表有另一個地區 正出現異常高溫問題 讓加州的乾旱現象隨之產生 南加州近年罕見的沒有從北加州取得任何用水 而是由科羅拉多核提供 但乾旱已經嚴重到讓南加州開始使用庫存用水 如果再不節約用水 恐怕未來幾年還將面臨更嚴重的乾旱問題 乾旱不但對加州農業和畜牧業帶來嚴重衝擊 無水可用更讓隨時可能發生的山火成為潛在威脅 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從自身節約用水 響應環保做起 共同愛護美麗的地球